眼前这个痛哭的女子名叫潘高秀 自从2002年开始 不幸便降临到了这个普通的家庭 家中的四个儿女在年纪轻轻 且没有任何疾病的情况下 均活不过25岁 便毫无征兆地相继离世 一时间家中只剩下年迈的父母 对于这样离奇的遭遇 有人认为是赵家父母命硬 磕死了自己的孩子 也有人认为是赵家的房子风水不好 受到了诅咒 一时之间乌云拥罩着整个村子 村中人心惶惶 对这家人都必如舍歇 那么他的四个子女因何而死 在这个家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邵东县连桥镇大龙村的一户人家 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怪事 自从2004年开始 十年间家中接连遭遇不幸 每隔两年就会有一个孩子 因此毫无征兆的遗睡不起 而村中对此事也是议论纷纷 就好似一个诅笼罩在赵家 如今家中的四个儿女都已经不在 只剩下这对年过半百的老夫妻 作为几个孩子的母亲 潘高秀显然不能接受孩子离去的事实 整日以泪洗面 甚至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面对妻子这样的情况 潘高秀的丈夫也只能在一旁安慰 自从四个儿女去世之后 支撑着老两口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便是在老两口入土之前 找到子女意外死亡的真相 而想要知道子女死亡的真相 还得从家中的四个子女相继意外离世说起 自从嫁来赵家之后 潘高秀便和丈夫育有三女一儿 尽管家中的日子过得并不算富足 但好在这些年来拉扯着 也将这几个孩子养大成人 之后赵家的三个女儿也相继嫁了人 家中只剩下一个小儿子还没有娶妻 潘高秀盼望着 只要操持完小儿子的婚事 他们老两口就可以放下心来 好好享受晚年的天伦之乐 可没想到 04年的一场意外 彻底改变了这个幸福的家庭 据潘高秀表示 家中的子女中 最先去世的是自己的三女儿 那是在04年的时候 三女儿和丈夫结婚后不久 便想着外出做点小买卖 于是夫妻两人来到了常德 可来到这里之后 还没半个月 赵家的三女儿赵国磷便去世了 当时赵国磷的丈夫一大早起来 见妻子还在熟睡 便独自前去买早餐 等着回来叫醒妻子一起吃 可回来后的她连叫了好几声 妻子也没有应答 她觉得奇怪 于是来到卧室查看 这才发现 妻子赵国磷已经没有了呼吸 四个孩子睡梦中接连去世 无疑人能活到25岁 法医鉴定结果出来后 母亲崩溃大哭 对于妻子的死因 赵国磷的丈夫表示十分不解 平时赵国磷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 可那天她却没有任何征兆 便死在了自家的床上 且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好似睡着了一般 对于这样的结果 赵国磷的丈夫虽然心痛 却也是无可奈何 随后她将妻子离世的消息 告知了家中的二老 没想到 他们也对此表示怀疑 甚至一度认为 女儿是被人杀死的 而杀她的凶手就是她的丈夫 因为在老两口看来 他们的女儿没有任何疾病 怎么会突然去世 于是他们将这个想法告知了警方 可在随后的调查中 警方排除了赵国磷丈夫作案的嫌疑 确定赵国磷就是自然死亡 而这一噩耗还没过去多久 赵家又再次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2006年 自己的二女儿也不幸去世 当时年仅25岁的赵普兰 在丈夫家中毫无征兆地停止了心跳 据二女儿的婆婆表示 当时自己正在做饭 突然听到了自己儿子的哭喊声 吓得她鞋子都没来得及穿 就赶紧跑了过去 结果看见儿子蹲在地上 怀中抱着昏迷的妻子 婆婆赶忙上前掐着儿媳的人中 以便叮嘱人赶紧送医院 可到了医院医生简单看过之后 便表示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让婆婆一家都感到不可思议 自家拐角的那个楼梯仅有一米 可赵普兰仅仅是从那里滴下来 便因此送了命 这显然有些蹊跷 随后潘高秀吉丈夫发现 自己的两个女儿死亡时间都是在早上 且没有任何征兆 生前也没有任何方面的疾病 去世时表现得并不痛苦 反而像睡着了一样 对于两个女儿的相继理事 潘高秀和丈夫觉得十分奇怪 尽管两人十分悲痛 可人死不能复生 他们只能照顾好当下活着的人 于是经过一番考虑 夫妻二人在2012年 决定带着家中的小儿子 一同前往长沙生活 本以为离开了家乡 便不会再有厄运到来 可没想到 自己还是没能保住小儿子 潘高秀表示自己那天早上想要叫儿子起床买菜 可喊了半天都没人应答 潘高秀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 他赶忙跑到儿子的房间 令他绝望的是 儿子的死亡方式和两个女儿如出一辙 这让潘高秀十分崩溃 四个孩子睡梦中接连去世 无一人能活到25岁 法医鉴定结果出来后 母亲崩溃大哭 本来夫妻俩选择外出打工 就是为了避免儿子落得这样的下场 可有些事情却不是逃避就能解决的 于是夫妻俩再次回到了家中 此时他们养育的孩子中 便只剩下了一个女儿 对于赵家发生的这些怪事 村中也是流言思起 大家仔细推敲发现 赵家去世的孩子 死亡时间都极其规律 从最开始的04年 每个两年都会有一人去世 且死亡时间都是在早上 并且没有任何痛苦征兆 这让村中人认为 赵家一定是受到了某种诅咒 对于这点村中却有其他说法 村中人表示 赵家的几个孩子接连去世 正是在赵家翻盖房子后不久 因此有人猜测 是后来翻盖的房子风水出了问题 关于房子的朝向问题 村中人一直以对面的一座山为标准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劝赵家人 在家中做一场法事 以免除灾祸 可赵家人却对这样的说法不相信 随后他们找到了当地的基因检测部门 对自己和儿女的基因进行了检查 并没有发现有遗传的家族病史 对于赵家发生的怪事 就连相关专家也难以解释 一时之间 赵家孩子相继离世的事情 就成了未解之谜 可潘高秀的丈夫却并不气馁 他表示 自己就算砸锅卖铁 也一定要找出子女去世的真相 他相信就在不久的将来 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 谜团终有解开的一日 对此 大家有怎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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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